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现在事还在发生 还没完 这个是什么 就是四川有个老板 这个老板叫苏绍俊 他是七星能源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这七星能源是个民营企业 那么这苏老板呢 他是要干嘛呢 他是在隋宁 已经花了10亿元 10亿元人民币 他是要按1比1的比例 就是在线当年的太太尼克号的真实场景 就是这艘船呢 就是1比1 一模一样 是永不沉没 而且那是造一艘 就不下水的泰坦尼克 先介绍泰坦尼克 就是他的有关数据 全长是269.06米 宽是28.19米 吃水呢 是10.54米 从吃水线到甲板 是18.3米 排水量呢 是约66000吨 那么这苏老板 他就是原先设计什么 内设啊 就是说 原太太尼克号的所有功能 包括宴会厅啊 演出剧场啊 豪华一等舱啊 游泳池啊 等等 就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1比1的比例 先介绍一下隋宁啊 隋宁这个地方呢 在四川省的地级市 位于成都东 从成都天府广场出发 到隋宁市区呢 就是170公里左右 有些人呢 就是在问这个 就是说 在质疑 这人家这苏老板啊 就是这个花十亿元 花十亿造这个船啊 泰坦尼克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啊 复活他干什么 复制他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你这泰坦尼克 是这英国 是西方的这个象征啊 你怎么不复活中国的那个船 比如说定远啊 郑和号是这种 对吧 这不钱烧 那么人傻钱多啊 那个四川去看你 那个泰坦尼克号啊 就怎么去 怎么着 是反正觉得有点 那个不对劲啊 那么对这些质疑呢 人家苏老板的意思是 什么啊 人家的回答 你看啊 就是还原建设 泰坦尼克号 是为了传递爱的思想 爱的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建这个就是想传播大爱 就是责任 还有担当 这插一句啊 但凡一个商人嘴里跟你谈什么爱啊 什么责任啊 什么大爱 无疆啊 这种啊 你就当他放屁啊 这个 然后是 你说人家是真傻吗 我跟你讲啊 是这样 这个他人家为什么建啊 2014年 就5月30号啊 隋宁市大英县 就是他现在建船这个所在地啊 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举行盛大开工仪式 就是同日啊 首届环球旅游高峰论坛在大英体体育馆就隆重举行 与会专家专家认为就是新的泰坦尼克尼浪漫地中海项目成立后 每年将吸引八百到一千万的游客 新增境外游客就是一千一百万次 未来三到五年大英就这大英县啊 隋宁市大英县将成为就是名副歧视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所以你看大英县按照大英县那个规划 大英县是奔着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啊 比如说啊 法国的巴黎 英国的伦敦 对吧 然后是啊 澳大利亚的悉尼啊 那都是奔着世界级的旅游啊 人家领导有规划 所以他这个商人他才敢在那投资 人家才就是才在那干这个啊 你以为人家傻啊 你现在弄清了 为什么人家要在隋宁县 隋宁市的大英县那个地方 要投要投资干这个项目了吧 人家是有当地领导的支持 明白了吗 这个是旅游经济 这个是大大的商机啊 那么是根据这报道 就是说什么 就是 根据这计划 就是开放后的这泰坦尼克 门票是什么 200块钱一张 啊 呃 如果就是说 按照这大大英县 就是隋宁市大英县 他们这个规划 就是说每年800到1000万人啊 那么光国内游客的门票 收入就能达16个亿 人家投资16个亿 光门票就达16个亿 这是啥吗 人家这个是 这是完全是商人的想法 人家是太明智了 明白这意思吗 16亿光是门票 还有其他衍生出来 饭店 酒店 对吧 吃饭的 住的 对吧 在包括周边的娱乐的 再加上周边还有交通这些 这哪是16亿 160亿打不住吧 对不对 你看人家生 生意做 人家 人家的算盘打的这个 那么实际上呢 咱们看这时间段啊 2014年1月12号 这个是七星能源投资集团 在香港宣布啊 要建这个泰坦尼克号 对不对 2014年5月26号 在武昌点火开工 就是建设周期是三年 预计是2017年开放 现在从工期上来看呢 这艘船呢 至少已经晚进攻四年 现在还在建啊 就是 这个是2014年的 就是七星投资集团 这项目启动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旅游协会副会长啊 就是国家级的啊 旅游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 时任的张润刚 就说啊 这是一个比肩 甚至超越迪斯尼的产品 与万达文化旅游城 一起将称为中国当代旅游的经典产品 但是呢 这七星集团呢 就是从打开工的时候啊 就是 签上这个官员贪污的丑闻啊 随后的资金呢 又是出现了问题 短缺吧 对吧 这工程呢 是开了停停了开 对外开放的时间呢 就是一拖再拖 原定是2017年 到现在为止也没开 船还没建完了啊 2017年准备就 就要开 就是就就 就要开始收入了 就要对外开放了 要要卖门票了啊 到现在为止 船还没建完 我先放一个视频 这是2019年啊 前后 就是准备 复工前 接受这个记者采访啊 小问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项目 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进展 现在我们在造 我去年年底 已经全面复工了嘛 你现在已经进了 正常轨头了吧 之前停了多长时间啊 八九个月左右吧 现在嘛 就内服一些工作 还是在做 现在工人已经复工了 是吧 中月十五嘛 他已经过 英国路计则 昨天已经到了一部分 现在船体已经建造 多少了 三分之二了 什么时候这个船体 可以建好 船体应该在 在五六个月吧 船体应该全部建成吧 到时候我看呢 说好像有计划 可以向这个游客开放 是吗 我们想让大家 参与太太尼克号 估计大概四五月份吧 四五月份 我们会向全球会 一些国外 才很多志愿者 想来参加我们建造 我想给提供个机会 当时咱们这个 纺织太太尼克号 为什么会想到 在遂宁这个地方 去做呢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 也是一个 算是个旅游大手嘛 对吧 这边交通很方便 在周围的景观 也很漂亮 这个太太尼克号里面 都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功能 原来你按照 太太尼克的设施 都有嘛 在太太尼克期 其实上就是 整个收 太太尼克就是一个 大舞台吧 当年那些 里面有住宿的也有 对吧 包括一些餐厅啊 包括一些 宴会大天 包括剧场啊 这些都有 在一些电影场景的重现啊 当年一些故事的展示啊 嗯 这些都有 咱们这个太太尼克 他只会在 就是陆地上是吧 不会下水 没有 他在水上 我们是严格按照 海船的标准来建的 但是他会航行吗 还是就固定在一个地方 他航行不了 因为 那太太尼克 就按照当年 太太尼克来服务的话 他是不可能 不允许航行的 因为满足队 现在的航海要求了 我看到您还发布了一个说 可以在这个 太太尼克上面 有一些锚钉 有一些什么样的冠名权 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当年太太尼克 300万克锚钉锚起来 这个锚钉就是 它的功能就是记录人生 那在这个电网 就会对着二维码 你扫 就是不管500年以后 还可以看到 后人啊 想看你 只要到这里扫 下去看到这个人 的评深 他的能分计认 2019年复工以后 这个苏老板 苏绍俊 他就是信誓旦 最外宣布 船体建设 已经完成三分之二 大概四五个月后 会完成 接下来 还有进行什么 内部装饰 预计是2020年 全部完工 对外开放 也就是去年 完工对外开放 现在完不了工 苏老板告诉我们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对不对 好好 就即使不是疫情的原因 你也完不了工 现在是2021年8月11号 船还没完工 我跟各位讲是这样 就这个 就他船 现在就算已经造完了 他就算已经就开始运营了 卖门票了 他这个买卖 他早晚他也得黄了 还别说他这船还没造完 为什么 你现在你船造完之后 你门票 我给你 你的主要收入 是来源于这些游客 对不对 因为你是要搞旅游 你的收入来源 肯定是游客 你不可能是政府铺贴你 对不对 那你要算 你就是卖完门票 你竣工以后 你能够多少国内游客 多少国外的游客 对吧 然后你还要看你的 就是自己本身的运营 还有自己本身 就是运营 就是还有你的服务 当然你这旅游 跟有两个 就是分不开 两个主要的因素分不开 一个是你景区的魅力 特别有名 景区的魅力 就是我来到一次 就是我人生来一次 就算到过了 我就是觉得不遗憾了 这就是景区的魅力 第二一个什么 景区的容纳力 你这一个景区 大概能容纳多少人 一次 一天 或者一年 在某段时间之内 大概能容纳多少人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 2018年 黄山风景区 接待游客是338万人 峨眉山风景区 接待游客是300万人 咱们就说 你这个新的泰坦尼克号 为核心 这个浪漫地中海 七星国际文化旅游 度假区 你目标是800万 800万到什么 1000万 你觉得你 你觉得你这个新的泰坦尼克号的魅力 跟着黄山风景区 还有峨眉山风景区 你觉得你是你的魅力大 还是说他们的那个魅力大 要不然有的人 有些人在置办 我去四川看你泰坦尼克号 你这四川 四川有海吗 你这船不还在陆地上吗 对不对 所以说 还有一个 他的目标 就是要打造一个现代 就是现代的迪士尼 我跟你讲 迪士尼 首个年度接待游客 超过是1100万 他是迪士尼 他是在上海 你觉得你能够比得了迪士尼 就是他的魅力 好 他的容纳能力 你自己考虑一下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苏老板呢 在接受采访 一个记者采访 接受一个记者采访的是什么 他说什么 最主要 他们的target customer 他们就是 目标的市场 主要还是周边的客人 因为周边涵盖着几亿人口 也就 也换句话说 也就说这个隋宁市 大英县周边的人口 那就是四川呢 四川周围这个 就是涵盖着几亿人口 对吧 但是我们项目呢 也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设计上来 看是不比迪士尼差 迪士尼有的 我们都会有 特别是高科技项目 我们都会做 那我的问题就是 就会问你 如果迪士尼有的 你都会有 那去你泰坦尼克干什么 迪士尼 我去上海 迪士尼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我给大家念几段 就是这个苏绍俊 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就是描述他这个 就是这个 如果说他做成了 这泰坦尼克号 是怎么样啊 人家记者问他 他说 为什么要坚持复制泰坦尼克号 他说什么 就是现在有国际文化符号的 就是旅游景点很少 中国内地就一个上海迪士尼 其他基本没有 大多是 大多是一些地方上 本土上的文化符号 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就要一些国际的 就是旅游符号 就是说 我们也考虑了很久 感觉目前最能吸引人的 可能就是泰坦尼克啊 那么 他自己还说 他说 就是如果做成以后 这泰坦尼克号啊 就是项目里有很多体验 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体验 比如说啊 人造天空 沙滩浴场 浴场 这个人造天空是全世界最大的啊 就是他们要找一个 就是拉斯维加斯团队过来做啊 12个画家要画一年多的时间 带有灯光配置非常逼真 没有白天黑夜海天一色 这个是要用到新的泰坦尼克上 泰坦尼克号这个旅游景点上 啊 这 他说我们讲的是体验感 项目是独一无二 是美国团队自己研发的 不是把别的项目拿来复制 其实你这下不是把别的项目拿来复制 你说你现在复制泰坦尼克号 那你一比一复制泰坦尼克号 你是在干嘛 然后说到这个门票啊 这个我给大家念念这这段门票这段啊 这个记者问就是有关门票啊 他说之前你们已经召开过泰坦尼克号 就是船票啊 销售的发布会也一度引起轰动 一张船票啊定价达到了近3000元 我也采访过一些城市成都市民 大家都觉得3000元左右价格价格还是太贵了 普遍可以接受的门票价格也就一两百元吧 在定价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苏绍俊苏老板 他说啊 船票和整整个消费呢是两个概念 我们对的对消费的定位肯定还是针对大众老百姓啊 比如你只要想参观一下泰坦尼克号 那么费用就会较低 也就是一两百块钱 大部分人都消费的起 但是船票就是两个概念 里面吃住玩都是免费的 住五星级酒店 吃的玩的演出 高科技体验 邮轮服务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船票是可以玩一个通宵的 然后这个记者还问 他说这个船票最高卖到二十几万 这个定价是怎么考虑的 然后这苏老板他说什么 只有一个房间是这样 就是那个路斯就是泰坦尼克号里面的女主角 他住那房间 他说只有这一个房间是二十几万的 就是门票啊 或者是船票啊 这是限量版的啊 他说我们也需要满足一些高端客户的 那个需求 那么 好 我呢 现在就是基本上把这个都念出来 就是我能够搜集的这个资料呢 都念出来 我为什么说就是这是一个商业案例呢 我也不说我怎么去评价 大家听完我念的这个 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法 你们觉得这苏少俊苏老板他这个会成功吗 好 这期就到这吧 我认为这个评价怎么会 Troy 开门 Beaut Henri的 玩具 感谢观看